好,那我見時間都差不多了,那我們就不如開始今天的這個 浮得起野鴨模型創作設計比賽小學組的網上簡介會 那大家好,我是香港官僚會的高級項目主任,我叫鍾揚德 那就會負責講解今天的這個網上簡介會 那我們先看看今天的簡介會內容 那我們一開始是會簡介介介紹本講的一些野鴨 然後就會簡單介紹一下他們的生態、雜性和他們那些在香港的生活 那之後就來簡介一下野鴨、野料模型和他們的功用 那其實在世界各地有很多不同的人都有使用野鴨模型去有不同的用途 那我們都會講解一下,然後最後就是大家會比較在意的地方 那就是比賽評分準則的,那我們會今天詳細一些講解一下 好,那一開始的時候不如問一下大家吧,那大家覺得 香港的野鴨是會不會游泳,還是會游泳來香港,還是會飛來香港的呢? 那也可以說多一點點的,因為其實香港的野鴨呢,絕大部分都是候鳥來的 那什麼叫候鳥呢?就是他全年都不是全年都在香港 他是了季,大概都是冬天的時候才會出現來到香港的 那他們是游泳來呢?還是飛來的呢? 那其實野鴨很多都是會飛的 那當然啦,他們也會游泳啦,但是他們在遷律的過程裏面呢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靠飛行去遷律的 而好像大部分的野鴨,他們都是喜歡群體活動的 那所以很多時候你會見到他們是聯群結隊 三五成群這樣飛,遷律和活動的 那一開始又再問一下大家第二個問題先 那其實大家都可以猜一下,其實香港有幾多 錄到幾多種鳥呢? 那有五十種,大概五百五十種 五千五百種和五萬五千種 那也都可以提供的 那全英國其實錄得大概是五百九十二種的鳥 那其實我們都可以說了 那其實香港大概是有五百七十二種鳥 暫時,那就是大概是B,大概接近五百五十種 那剛剛也有說過了,其實香港是有候鳥和流鳥的 那其實流鳥的部分其實只是大概佔兩成 二十個percent而已而已,而候鳥反而有多一些 какое百八十個pecent 那其中都可以見到,候鳥是有分四個不同的 那個類型的歐鳥 那其中以東候鳥是佔最多,那相 PPE 三十一個percent左右 而今天要講解的主題,那個野鴨,其實主要都是冬後鳥 其實香港有很多地方都會有很多鳥 就好像這幅圖,其實我們是在米埔的泥灘濕地拍的 有很多鳥會在鳥季的時候出現,聚集和覓食 為什麼香港會有這麼多鳥出現呢?我們今天也會講解一下 首先就好像這幅圖一樣,其實香港是有很多多元化的生態環境 譬如剛才提過的泥灘濕地,譬如也有一些淡水的河溪 高山,森林,以至一些比較人工化的地方 例如是農田,魚塘,城市裡面有沒有鳥子呢? 其實也有的,而且譬如尤其是會比較集中在一些城市的公園裡面 就是市鎮公園,或者大家比較熟悉一些的九龍公園,香港公園 其實在城市裡面的這些公園也都為不同的鳥子去提供了一些 落腳的地方給他們休息和覓食 剛才也有說後鳥,其實香港是屬於後鳥遷灑途中一個很重要的補給的地方 下面這幅圖就看到了,其實香港是位於東亞澳大利西亞遷灑路線中間的其中一個位置 譬如很多鳥子他們在冬天的時候,或者鳥季我們叫做 就在北面的地方飛下來,譬如西伯利亞經過中國,再來到香港 有些可能其實來到香港就停下來的,他們就在香港過冬了 但有些可能是來香港休息一下,休息一下補充一下他們的體力而已 之後就會繼續出發去東南亞,澳洲甚至有些最遠是去到新西蘭的 我們也是有一些千璽的例子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途中右下角的鳥子就叫做班尾城核 那他是其中一隻數一數二千璽的距離 是一次過飛不停站最長的一個叫做紀錄保持者 那可以看一下左邊這一幅圖 那其實他一開始,其實他是在阿拉斯加的一些地方那裏 就開始遷徊的 那他首先就是,他有飛過幾個不同的路程 那其中有一些路程是甚至是九天不停站地飛的 就是他是連續九天二十四個小時沒有停過這樣飛去進行他的遷徊的 那大家可以想像到其實遷徊的那個危險的程度 那首先第一個是冬天的時候,北面的地方很冷 那其實很冷都比較是次要一些的 最重要的就是因為天氣冷而令到他們沒有東西可以吃 那他們為了找食物就唯有向南遷徊去找東西吃 那還有鳥子是恆溫的動物來的,所以他們是沒有得冬眠的 那而他們每年的那個循環就是冬季前就會南下到東 而夏季又會北上去繁殖的 因為北半球的夏天去北的地方 日照時間長很多 那他們就可以繁殖的時候利用這個長日照的特徵 去加速他們幼鳥生長的那個速度 那等冬天來臨之前,他們就要飛走了 那其實這幾幅圖都顯示到 其實那些鳥子遷徊的時候他們遇到的一些危機 那除了剛才說,對體力的需求很大之餘 那其實他們也會面對很多不同的捕獵者 那譬如是一些猛琴 和譬如右上角這幅圖 應該是被一條蛇捉住了它來吃的 那左邊這幅圖,這個應該是有隻准捉住了一隻 相信應該是鴨來的了 那好吧,那講完一些千璽的特徵之外 之後呢,那我們講一下一些香港常見的野鴨 那就是今天這個主角 這個就叫做針尾鴨 那其實它的特徵呢 都跟它的名字差不多了 就是它的尾就比較尖和長的 那其實很多鴨仔,其實他們那個男仔和女仔呢 是外觀上都有幾明顯的分別的 而大部分都是紅性的那個顏色 或者它的那些花紋比較鮮明些的 而癡性的女仔呢,他們因為要保護 和主要衛捕的幼鳥 所以他們那些花紋就會比較低調些 和容易起到一個保護式的作用 那看到針尾鴨和另外一個辨認的特徵呢 就是它那條頸那裏呢,就有白色的紋 那那個白色紋會上到後頸,後枕這些位置 和他們那個嘴是會有少少銀灰色的感覺的 那皮嘴鴨,皮嘴鴨也是另外一種 香港都算常見的鴨仔來的 那也都好像剛才這麼說 那他們是男仔和女仔的樣子 都是有分別的 而男仔的樣子就是 它的頭是會有比較明顯的深綠色 和身軀是有一塊啡色的斑紋的 那還有聽它的名字都知道 它叫皮嘴鴨 那他們男仔和女仔呢 那個嘴都是比較大和闊一點的 那之後這種就叫赤頸鴨 那赤頸鴨就是 它那個紅性 那個男仔就是那個頭 頭頂、額頭的位置 有一批好像牛油顏色的淡黃色的紋 還有主要頭到頸前都是中紅色的 還有很多鴨仔其實他們打開的翼 翼左邊和右邊是會有一塊鮮色的斑紋的 有時候可能是綠色 有些可能是藍色的 那之後就是白眉鴨 白眉鴨就是一種比較細小小的 那它的頭頭也是有一個中啡色的顏色 之後它這個就叫做綠翅鴨 綠翅鴨也是比較細小的野鴨來的 那它的頭也是有一個中啡色的顏色 之後它那個好像戴了眼罩 戴了一個深綠色的眼罩 那它們也是男仔和女仔的樣子 是頗大的分別的 那然後講了 這一種就特別小小的 那它就叫做鳳頭蟬鴨 那首先它那個顏色就單調一點 就是黑色、白色、灰色這樣 有個黃色的眼 那還有它那個頭就有 有少少法官 頭後面是有幾條毛毛這樣 灑了出來的 那它叫鳳頭蟬鴨 就是因為其實它是會潛水的 那其實有 都可以多說一點 剛才剛才說的幾種鴨 它們就不會潛水的 它們可以將它們的頭 封到水裡面 就找東西吃 那但是譬如鳳頭蟬鴨 或者一些蟬鴨類型的鳥 其實它們是可以整隻 潛入水裡面吃的 那它們可以去到一些 深水的地方去找它們 喜歡吃的食物這樣 好了 那野鴨的講解大概就來到這裡了 那之後我們就開始講解一下野鴨模型了 那英文叫Decoy 那其實 在參加這個比賽之前 大家對野鴨模型 有些什麼概念 是怎樣做的呢 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是不是就好像 這個背景這幅圖 是用一些 可能紙箱 紙皮 再加一些 怎樣浮水 就是加一些膠瓶在底下 浮一下水 那這個就是一個野鴨模型呢 還是大家有些什麼想法呢 或者可能原來大家都有些概念的 這樣 那我們今天就會講解一下 那首先 其實 野鴨模型 其實我們主要覺得歸納到 是有兩個比較大的方向的 那首先 其實就是雀鳥保育 那雀鳥保育的野鴨模型呢 那個外觀會跟雀鳥就比較相似 可能跟個別品種會比較相似的 又或者 是的 那還有 他們會有一些功能的 那譬如就是 引導一些雀鳥去一些 安全的地方 那其中有一個比較 常見一些的 的研究項目呢 就是 會在一些 理想的繁殖地 或者 安全的地方 那研究人員就會放置一些 野鳥的模型 那就是引導 那些真正的野鳥 去那些地方休息 甚至是繁殖 那這一方面 的雀鳥保育的野鴨模型 我們 野鳥模型 我們就會覺得 類似是對雀鳥多些 那另外 文化推廣這一邊 那其實我們就會覺得 對人的要素會比較多些 那就是怎樣呢 就是 譬如會令更多人認識不同的鳥 提高了大家官了的動機和興趣 那為什麼呢 譬如 例如可能大家住在香港或者城市的人 比較難些去接觸到很多不同品種的鳥 那當然大家不是完全接觸不到的 那但是譬如有一些 雀鳥可能他很漂亮 或者他是比較恐見 那真的不是很容易說 每一個人都很容易可以去到觀賞他們的 那 會有些 有熱心的人士 製造了一些 可能比較漂亮的 那就是 讓大家去欣賞一下 那 從而提高了大家 認識的鳥 以及提高了他們的官鳥的動機 那 我見完那個很漂亮的鳥模型 可能就會令到我更加想 更加有衝動去看那隻真正的那隻鳥 那其實是會有這些功能的 那或者是協助有需要的人士了解鳥 那其實這個是涉及到一些特別的活動 那我們稍後會再解釋 那也都好像剛才這麼說 也都會有一些人是會當他是擺設或者收藏 或者是 甚至是有一些比較厲害的工藝者 或者是藝術家 他們會自己去製作一些 漂亮的 或者象徵度十分之高的 野鳥模型 那其實都是用來 用來可以直接一點 向市民大眾 推廣一下 認識不同的鳥仔 以及鼓勵一下大家 看完這隻 野鳥模型 不如有興趣的 就真的努力一點 去看看那個 嘗試去找一下那隻真正的鳥仔來欣賞 這樣 那我們講一下鳥鳥保育 那愛觀和鳥仔相似 那現在這兩幅圖 其實左邊那張 左邊那張 就是這個野鳥模型 右邊那隻就是那隻真正的鳥仔 那其實這隻就是剛才講過的那個針尾鴨 雖然其實細看下去是有些分別的 但是就叫做那個象徵度會比較高一些 還有是叫做是用來引導一些目標的鳥仔 他看到他覺得那個野鳥模型是同伴的 那他就會下來和他擺放那隻野鳥模型的地方一起聚集 這樣 是的 那 也可以說說另外一些用功能 那他們就是譬如引導那些鳥仔去繁殖地 那其實這兩幅圖的鳥仔在香港是沒有的 那這些是一些海外的 研究人員的計劃 那左邊這個就是一隻叫做Puffin的鳥仔 那他們就放了他在他那個繁殖地那裏 就引導他們去那個海島那裏繁殖的 那右邊這個其實也是一個繁殖的島嶼來的 那是一些信天翁 那他們也是放一些野鳥的模型在那裏 來繁殖和生活這樣 那 也可以講解一下一些我們公司有做過的計劃 那有參與其中的計劃 那這個也是其中一個引導鳥仔去繁殖地的計劃 那就是中華鳳頭燕歐 在這個鐵敦島的繁殖地保育 那當初就是我們有一些職員就和一些研究的人員合作 那就在鐵敦島那裏就放了一些野鳥的模型 就是和那個中華鳳頭燕歐是十分之似樣的 就是右上角這幅圖 那我手上也有一隻的 就是這個燕歐模型 這樣這樣這樣 會看到嗎 那就是在這個島上放了之後 那其實就用來吸引一些鳳頭燕歐 去那個島上繁殖 那這個計劃其實也進行了頗長的時間 那有一些公開了的數據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就是2013年 其實算是計劃比較早期的那個階段 那在那個島上放了藥干數量的 野鳥模型 那之後呢 那之後呢 在六月的時候呢 其實就有八隻大鳳頭燕歐 就經過那個島 還有是有落過腳的 那但是他們就很快就飛走了 那然後到七月的時候呢 就突然間呢 我們有紀錄到有五十隻的大鳳頭燕歐 那就出現了在那個島上 那還有更加令 研究員驚喜呢 就是有六隻的中華鳳頭燕歐出現了 其實也要說多些 中華鳳頭燕歐其實是屬於一種極度頻厘的鳥 那他那個數量是十分稀少 那所以為什麼 保育人員是覺得需要 我們要動用多些的資源去保育他 那跟大鳳頭燕歐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其實他們是十分像樣的 那也都看到他們是有一些比較類近的雜性 還有他們會一起生活 那所以就 那個計劃那個想法呢 就是 我們如果可以吸引到大鳳頭燕歐 那個位置比較多些這些鳥頭出現 其實也是很直接的這樣可以吸引到 中華鳳頭燕歐的來臨的 好了 那之後再繼續說 就去到八月的時候呢 大鳳頭燕歐在那個島出現的數字 已經大幅上升到三千三百隻了 而入面當中呢 也都是有最少十九隻的中華鳳頭燕歐在那裡 那其實對研究的人員 和保育的組織來說 其實都算一個相當鼓舞的數字 那去到2013年繁殖季完結了 那就是那個 那個島裡面 我們成功生產了多少的幼鳥呢 那麼大鳳頭燕歐就 觀察人員就數到應該是超過六百隻的 而還有大家 有觀察人員也都看到 最少呢 是有一隻的中華鳳頭燕歐的幼鳥呢 是出生和成功長大的 那 正說那個就是關於一些鳥類保育的資訊 那之後就是 比如說文化推廣 那其實 好像剛才這麼說 有很多不同的人 或者製造商 是會製造很多 可能給人類欣賞的 野鳥模型 那譬如有圖中這幾款 那其實有些象徵度都頗高的 那譬如就是右上角這些 這些都是一些野鴨模型來的 那 那是 其實要製造這些東西 模型都不簡單的 可以看到右下角這幅圖 其實很多都應該是人手 手工做出來的 就是 還有那個門檻都高的 一來 製作的那個人 我想最基本要求就是 他一個官了者 那還有他官了得來 可能他是十分之 十分之 十分之了解雀鳥的 那之後還有他也要一個 比較好的手藝 去製造到一個象徵度 比較高的雀鳥 那 也好像剛才這麼說 我們欣賞完一些 這麼漂亮的野鳥模型之後 其實是可以提高到大家去 去認識真正雀鳥的那個動機 和那個衝突 是的 那可以令到 不如我們去看看那個 這個鳥的那個 真正的面貌是怎樣的 那因為雖然那個象徵度 有幾高也好 那麼 野鳥模型很多時候都是正態的 就不會動的 那反而有時候 官料的樂趣也是去 去觀察一下那個鳥的 行為 動作 和他們那個群體 或者個體之間的一些活動的交流 那也有很多人是會試 這個野鳥模型 製作野鳥模型 是一門藝術 手藝 那樣 那樣 也都可能是有 不少人是喜歡 在家裡擺放一些 野鳥模型的 那好像剛才這麼說 就是生活在一些城市 或者不容易接觸到自然的人 可能這個也是一個方法去令到他們 叫做 令到他們的居住空間多一些自然的元素 那樣 那剛才也有說 那就是那個 協助一些有需要的人士了解鳥仔 那這個也是我們 我們香港官料會其中一個有舉行過的計劃 那就是 和一些市長人士 就進行一下官料的活動 那其實是怎樣呢 就是我們也是之前製作了一些鳥仔的模型 那可能我們去到一些官料的環境 那 他們可能會聽到某些鳥仔的聲音 然後我們就會拿回那隻 他聽到那個鳥仔的那個聲音 那個鳥的模型 讓他們去觸摸一下 大概感受一下那個鳥仔的大小 那個鳥仔 他那個形狀 和他的特徵 那譬如就好像這幅圖裡面 那其實他是一隻熊耳碑來的 那就是我們去到官料的時候就 哦 聽到熊耳碑的叫聲 之後呢 就拿這個鳥仔給各位視像人士去觸摸一下 就譬如說 他那個大小大概是這樣的 熊耳碑他的特徵就是 他那個頭頂就有個官的 就好像 看見到他有個尖尖的頭 這樣 可以觸摸到他 等等 就是視像人士都可以了解多些 不同鳥仔的模樣 這樣 那 以上的就是一些野鴨 和野鳥模型的簡介了 那 也開始就講這個比賽細節了 還有我們完結之後 是會有一段的Q&A session 那大家如果有問題都可以問的 那我們就開始講解一下 今次的比賽的細節 那 那小學組呢 那這個小學組的比賽的報名截止日期就是 2022年的10月21日 那麼準確一點就是下午5點30分之前的 那麼我們那個名額就是30對 那麼 先到先得 就是壓滿即止的 那麼 還有我們 截止之後 會在 2022年 10月28日之前 就會透過電郵 或者全真 就通知了 入選的學校 是的 那 那 讓我看看 那之後就 小學組呢 就遞交作品 和評審的截止日期就是 2022年的 12月29日 又是下午5點30分的 那我們也都會在這個 明年 2023年2月呢 就會公佈這個 比賽的結果的了 那 這個 比賽的內容 以及一些小小的講解 就是 其實這個比賽都涉及到一些 STEM的元素 包括有 science 科學 technology 技術 engineering 一些叫做工程的元素 art 就是藝術 和mathematics 一些數學的計算 那 我們會再詳細一點講解 那 還有希望大家透過這次的活動 就認識 香港的 野料 和濕地 那 可以提高到一個 保育和環保意識 以及大家可以發揮大家的創意之餘 希望可以將 大家想的創意和理論實踐到的 那就是這次的比賽的重點 是的 那麼 比賽就會是 對際比賽來的 那麼 每隊呢 我們歡迎是五位至八位的同學組隊 那之後呢 就加多一位的指導老師 網上簡介會 就是 現在這個網上簡介會 就參加了 就可以了解多一些 野鴨 和野鳥模型的知識 那之後呢 就和 透過之後自己學習 去了解多一些野鴨的特性 和 去 協助自己的創作 那 還有小學組呢 那個 比較特別一點的要求 就是我們要求就是 先用不同的環保物料 進行這個 這個 升級再做 還有透過這個野鴨 宣傳去 傳遞這個減費和環保的保育意識 是的 那麼這次比賽 那麼大家的那個參賽作品呢 我們是會以外觀 物料 以及那個作品可以帶出的環保訊息 作為評分 那麼其實看到這裡呢 其實我會覺得是 就是 小學組的那個 創作 比賽的作品 會偏向是對人多一些的 那就是因為是有一些環保的意識 需要有一些環保的意識的宣傳 但是同時也都是有一些 叫做 科學 以及 engineering的一些要素 那麼如果加進去都是好的 那麼我們會再詳細一點講解 那麼這個呢 就是那個評分準則了 那個評分的比重 百分比 那麼我想這個是大家都相當在意的地方 那麼我們看看那個 各項的元素 那麼首先呢 就有四個項目 那麼分別是 外觀 使用的物料 環保訊息 額外技術功能 那麼我們都會講解一下 那麼外觀呢 那麼就直接 就是講那個鳥仔 那個鳥鴨模型 那個外觀的樣子 是漂亮不漂亮呢 這樣 那麼之後就是 譬如使用的物料 那麼其實今次比賽呢 我們也是建議 大家是用 用一些環保的物料的 那麼譬如 哦 要怎樣令到它浮水呢 那麼就譬如加一些 洗乾淨的膠瓶 那就可以令到它浮水 或者用其他的物料 是的 環保的訊息 那麼其實就看看大家那個 模型 還有那個作品呢 可以 給大家一些什麼環保訊息 就譬如 嗯 嗯 使用 多一點的一些 再循環的物料 那麼 就都 達到這個要求的 是的 那麼最後那個 額外技術功能 這個就是 什麼來的呢 這樣 因為其實我們這個 野鴨 模型比賽呢 是 小學組呢 我們認為那個 難度應該是 不想太高的 那麼 所以就 首先呢 都會是 都見到的 是會以外觀 使用物料和環保訊息為主的 但是如果大家都想挑戰一下 譬如我想做一隻 兼具到 宣揚環保訊息之餘 又真的在水上面浮得起的 的 野鴨模型呢 那麼 可以在水上面浮起的功能 那就可以叫做一個 額外技術功能的一個評分 那麼 這個就當是 10% 當然啦 其實浮水這個是我舉例而已 那麼 大家可能是可以有其他的一些功能 加到下去的 那麼 這個就靠大家發揮自己的創意了 還有創意之餘就看看 實不實踐到 可以實際地加到下去 那個 野鴨模型 裡面 是的 那麼 都再重複一次 外觀呢 佔那個評分比重呢 就30% 使用物料呢 佔那個評分比重呢 都是30% 環保訊息都是30% 那至於那個 額外技術功能呢 那就是10% 是的 那麼 也都說少少 那個 遞交作品的那個 過程 還有要注意的事項 那麼 除了要遞交 野鴨模型 作品之餘 其實我們也要求大家 是要交一段 介紹作品的短片 還有 作品相片一張 就是用來稍後 我們會放上Facebook宣傳 還有競逐那個 最多人Like 掌用的 那 所以就需要大家交相 交片就是用來介紹 自己那個 野鴨模型 一來就是 就是 講解一下 它宣揚到一些什麼 的環保意識 以及展示一下 它那個 額外功能 如果大家有加進去的話 那麼那個 野鴨模型作品的要求 以及限制 那麼 大家也都留意了 那麼 每隊呢 只可以交一個作品 而已 那麼野鴨模型的作品呢 是有限制大家的大小的 那就是橫 就是長 長闊高 各是50cm為限的 是的 那就 就是 叫做是50cm 乘50cm乘50cm 乘50cm一個立方體裡面 這樣 任何一個長闊高 不要超過50cm 就應該都OK的 那麼 那個製作材料 其實就不限的 那麼當然 我們說不限 那麼 但是前面也有一個要求 就是用環保物料 那麼 為什麼呢 那麼其實就是 我們都明白 全部只是限制用環保材料 可能是有些難度的 但是 所以就也是 說製作材料不限 但是去到評分那個環節 那譬如 有一個 有兩種作品 譬如是一樣 那麼漂亮 或者是那個 很出眾的 那可能就是 環保物料評分那樣東西 就會起到一個比較關鍵的作用 那就是譬如 因為可能大家的外觀 都是一樣那麼高分 但是去到 環保物料的使用那一格 那就可能 有一個 原來他沒有什麼用很多環保物料 另外一個他用很多的 那麼那個 那個評分高低就有分別了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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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額外評分技術功能那個 就是參賽隊伍 自由發揮的 那麼 那個功能不限 也都我們有些舉例 例如 可以浮水 可以移動 可以發聲 那麼 那麼 其實都 我們這些都是舉例的 那麼大家都可以 有想到一些 你們想加下去的額外功能 那麼也可以加下去的 那麼 那麼這個額外功能評分 也都說多次了 就是佔整體評分的10% 那麼 那麼 講完這個作品 模型作品之後呢 就是那個短片製作要求 那麼 那個短片呢 就是片長我們常限為5分鐘 啦 超時部分呢 就不會計分的 那麼 所以大家要注意那個 那個 那個 片長 對了 格式呢 那麼就是 MOE MP4 或者WMV都可以的 解像度的下限 下限為720P 還有那個短片的開頭呢 需要清楚列明 學校名稱 以及所有參賽同學的姓名 那麼 那個 短片的 要求 咦 又說了 製作要求 需要 對 以環保物料製作大 不限於 就是剛才那項 那就是這樣 都是一樣的意思 的 那麼短片呢 需要清楚顯示 作品的不同角度 是的 那麼隊伍可以在短片裏面 介紹自己的作品的 那個創作的意念 以及會帶出的一些環保的訊息 是的 那麼 還有那個 作品裏面呢 是 如果是有包含一些額外的功能呢 那麼 記得 真的要在短片裏面 展示給我們看 展示給評審看 是的 那麼 就是那個加分 就是那個10%那樣東西 那麼 相片 相片的要求 也有說 相片要求的解像度 最少 最少是1080x1280 那麼 那麼 清楚拍攝過 作品的全貌 那麼 譬如 右邊這幅圖 就是那個 上面的例子 那麼 清楚拍到 作品 那麼 拍到他的 全貌 是的 那麼 報名方法 那麼 那麼 有報名表格 那麼大家可以填 填這個報名 報名表 那麼 也都再重申一次 那個報名截止日期 是2022年10月21日 的 下午5點30分 那麼 這個QR Code 也是連到報名表裡 方便大家 去報名 那麼 那麼 之後呢 其實 報名截止之後 這個呢 就 10月28日 或之前呢 我們是會通知 入選了的學校的 那麼大家就記得 就 可以開始製作 還有 創作自己的那個模型了 那麼 去到遞交作品的方法呢 就是 那個 野壓模型 的實體 是需要親身遞交 或者郵遞 到 香港官僚會辦公室的 那麼 我們的地址呢 就是這個了 香港九龍 麗芝國 青山道 532號 緋基大廈7樓私室的 那麼 留意我們的辦公時間 那麼 還有我們星期六 就不是每個星期六都開的 那麼 所以 嗯 每月第一個 或者第三個星期六呢 就上午開放的 星期日 跟公眾假期就休息 那麼 還有就 在那個野壓模型上 就標示一下 就 學校 的名音 那麼我們就容易識別的 那麼 至於那個短片和相片呢 其實就 也 都在那個檔案裡 列明一下 所屬的學校 還有 就歡迎大家 是提交那個 野壓模型的時候 就一起提交的 是的 又或者你上載上去 YouTube啊 或者一些 雲端的空間 就把那個可以 下載到他們的那個連結 就電郵去我們的電郵裡 都歡迎的 是的 那麼 去到 講一下獎項 那麼獎項呢 就是我們小學組 是有分 冠亞貴君 和這個 最多人 拉獎的 那麼分別就是 冠軍呢 是會有這個 獎杯的 是的 那麼 那麼之後就是 冠亞貴君和最多人拉獎 都會有書卷的 那個 書卷的那個 面積是會有不同的 大家可以看看 是的 那麼 去到都差不多 尾聲了 那麼我們也都可以 介紹一下 大家那個 想了解多些小鳥 有什麼渠道 有什麼途徑呢 那麼就 譬如 一些工具書 因為 那些書裡面 有些就是會有一些 小鳥的相片 有些是 圖畫來的 那麼一來 叫做容易 令到大家容易些 去看到那個 小鳥的特徵之餘 它那個書裡面 也有那個小鳥的名字 那麼方便大家 可能上網再找的 那麼分別有幾本 比較好的 就是譬如 《香港及華南鳥女》 《香港官鳥傳逃鑑》 那麼這本是有分兩本的 那麼 這樣 是的 那麼我們網上 也有《香港鳥類》名錄的 那麼就是我們 香港官鳥會的紀錄委員 定期開會和討論 更新的一些 香港錄得的鳥仔品種 那麼 但是這個 list 裡面 真的只有名字 那麼如果大家 獲得到這些名字之後 其實就需要 容易些上網去找更多的資料去看 那麼那個連結 就是這裡 或者你上網打這個 《香港鳥類》名錄 那麼其實都會找到我們這個 《香港官鳥會》網站 可以下載到的 現在那份最更新的是2022年4月 一共就是錄得了 572種鳥仔的 那麼也都有一些網上的參考 譬如eberg 裡面也有很多熱心的官鳥者 去提供的一些相片 以及都頗為詳細的一些文字聚述 譬如有講他們的生活雜性 活動的範圍 那下面那個 RUCN 紅色名錄 那就是 也有不同的鳥仔的介紹 以及會 詳細的講解一下 不同鳥鳥他們 面對的一些威脅和危機 是的 因為有些鳥仔 譬如是他那個 比較憑勵一點的 那麼他們裡面 他會再詳細一點說 哦 他是因為 什麼原因 而令到他那個數目 是這麼少呢 這樣 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一下 和去看看 那麼 至於 那麼剛才說的那些 很多都是 在說 上網看 看書 我真的想去看看一些 真的野鴨 那我應該可以去哪裡呢 那我們也有幾個地方 我可以推薦給大家的 那麼首先 那就是香港濕地公園 那就是 在福圖裡面 黃色的這個位置 在天所謂北部的 是的 藍身圍 那藍身圍其實都 都不錯的 那就是 但是 我們福圖裡面 就是插了橙色這個 就是他那個 那兩條河道的那些位置 那大家其實在藍身圍那裡 沿著那條路走 望出去的河邊 撞好潮水好的時候 其實都有不少的鴨仔 都可以歡迎 都是一個好的 觀察野鴨的地方 那至於最後 就是米埔自然護理區 那當然 那麼它是一個 護理區裡面的 野鳥的數目都不少的 但是要留意了 這個是需要 是需要 是持有這個進入 米埔沼澤 許可證 才可以進入的地方 那所以如果沒有的話 就 濕地公園 或者藍身圍 都是一個 很好的選擇 來的 那今天那個 網上簡介會 大概來到這裡 大家會不會有問題 或者任何不清楚的 都可以在這裡問的 是的 那麻煩大家可能 按一按 舉手那個圖示 那我們會有 同事 可以 歡迎大家發問 這樣 哦 我這樣 哦 你好 我是深邦學校的 一個 張老師 那我想問一下 那個外觀那裡 30% 那是說 美觀 還是寫實 哦 其實這個我們都 是 我也覺得應該是要講清楚一點的 因為譬如涉及 因為 有 也涉及到 宣揚一些環保訊息 那所以其實 今次那個 小學組 那個 野壓模型 比賽 可能就是 我們會偏向 美觀多些 是的 因為我們都明白 譬如 像真道 和傳遞訊息 其實是有些衝突的 所以可能就是那個 美觀度就會重要一點 是的 因為我們都明白 是會 譬如 像真道 和傳遞訊息 其實是有些衝突的 學校 那所以 我想外觀那裡 因為我都想 譬如 就是可能 他到對方那個 顏色 或者思覺上 那個 真理官 外觀 就比較難 去 完成度 很高 但是可能沒有 觸感上去 所以我也 問一下 謝謝你 是 好 麻煩你 我也看到 有人在聊天室 有問問題 那 是的 那個簡報 是不是 有沒有錄影 還有可不可以 給學校使用呢 其實我們是 有錄低度的 今天的那個 這個簡報 那 當然 我們是 絕對是歡迎大家 出席 今次這個 網上簡介會 以及即時有得 先問了問題 但是 譬如有些 有興趣玩的 同學仔 或者老師 他因事繁忙 或者他沒有辦法 出席到的 那我們也不要緊 我們又錄下了 今天的這個 網上簡介會 那我們稍後 會 上我們的網站 給 有興趣的 學生 或者老師 都可以再重溫 今次的 網上簡介會 那就去看看 那個 比賽 的重點 和評分準則 對了 就是這樣 多謝你的問題 還有沒有 老師或者同學有問題想問 我看到有提問 就說 可不可以邀請我們到校 講解 其實是 我們是有一些 官僚 就是叫做 認識 小鳥的 一些講座去舉行 如果有興趣去看 就可以去我們 香港官僚會的網站 按進去 學校教育活動 裡面 就會有相關的內容 看到 那 主要是講解一些 比較 基本的 小鳥的 知識 的講座 如果真的 再有興趣 其實我們也有搞一些 帶大家去 官僚的 教育活動 大家都可以去看 還有 譬如 由現在 其實現在開始 都進入了季了 由現在開始到 譬如明年 兩三月 這段時間也是一個非常適合 在香港官僚的季節 所以如果有學校 學生 或者老師也有興趣去 聽聽講座 或者是搞一些官僚活動 我們是絕對歡迎大家去報名的 謝謝你的提問 那 我見大家是不是都沒有什麼問題了 那 那 我多等一會 那 今天的會議都差不多 是的 等多兩分鐘 如果大家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 今天的會議就結束了 那 多謝大家出席今次的網上簡介會 因為都 一來 星期六 麻煩大家 抽時間出席 是的 辛苦了 今天會議都 來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那 麻煩大家出席了 再見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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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